大家好,歡迎收看社區透視 我是盧嘉陽,賴興 我是戴曉迎戴戴戴戴戴 戴戴,今天是第一集 不如由你介紹一下社區透視究竟是什麼 社區透視探討不同社區的貫視和現象 有人細說社區的人與情 話說回來,你看了施政報告沒有? 沒有 你怎麼可以這樣? 身為一個香港人,施政報告是和地息息相關的 那你這麼聰明,不如由你介紹一下 施政報告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施政報告提出每一區就預留一億 給我們做社區發展 一億?八個零,怎麼用? 葵青區的青少年對這一億有些看法 不如去看看他們怎樣想 嗯 大家好,今天是區區有益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在最新的施政報告裡面就有提及到 今年會在每一個社區裡面都預留了一億給我們做社區的推展 那今天呢,就很高興邀請到三位年輕人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他們想怎樣用這一億,又或者他們有些什麼看法呢? 那其實呢,我們都是在這個社區裡面長大和生活的 那不知道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會令你們覺得印象會很深刻的呢? 那不如我講一下吧 那我一個朋友呢,就住在這個區的 那他居住那一棟呢,就是前後都是萬物來的 那就令到他居住環境比較臭 因為空氣污染就比較… 即質素方面就不太好 那家裡也很多殘留 嗯,那其實我那次環境和和家仁的朋友環境就很相似 甚至乎可能我身邊呢,附近很多工業大廈 甚至是他們呢,是很密的,所以就… 所以就…工業是經典門空,所以就環境會很差 那其實呢,就是… 即…你很久自己都住的環境,就是… 會不會可能會有很多家裡的污染 那你其實和家仁,你有沒有想過有什麼方法可以這樣解釋? 嗯,都有的,例如我媽媽和一輪都會自己去買一些盆裝 然後放在路頭,或者是放在樓頭這樣 希望能令到環境更好一點 嗯,那其實呢,施政部門就說會有一億 那你覺得這些會不會幫你改善到那個生活環境呢? 嗯,我也覺得可以的 就是我希望正區可以用這一筆資金去做一些農化的措施 因為其實施政區是比較多的工業大廈 那我希望其實可以在一些工業大廈天台上面 利用他們那些面積去做一些直樹,或者洞掌 那我覺得這樣可以不僅可以物盡其用之餘 亦都可以改變成為清白的一種死亡層層的形象 那除了這個方面,其他方面會不會有其他的措施可以做到呢? 嗯,那我就覺得環保已經是世界各大趨勢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令你應該是在這方面比較響認的 但是近來的施政部門就是沒有怎樣爭取到環保的措施的 那我就覺得,即我本身是在這些區裏就讀 那這些區裏也有不少學校的 那不如就把這些學校進去最期用 譬如說政府資助一些資金給學校 去推行一些農化計劃 譬如說農化在天台等等 那我學校的勤運資金只不過是一兩千元而已 所以如果學政府沒有這些資源的話 都可以完全將區裏面的所有學校都可以進化到 那一方面不單止可以判施藝學要環保的意識 而另一方面都可以改善區內的環境 嗯,那不知道阿卓你又想這些區裏是怎樣用的呢? 嗯,其實我就覺得可以單車鏡也不錯的 不過呢,我就覺得 預期在一區裏面用一億的話 其實可以幾區,它還沒有幾億 可以打通幾區,就是單車鏡 那為什麼你會想起單車鏡呢? 嗯,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踩單車的 那還有,也都留意到呢 就是政府它想用,就是發展電動車啦 還有以地鐵為主 那其實它的目的也是想改善空氣質素啦 那但是我就去想一下,其實 如果大量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了很多的電容啦 那我就想一下,會不會其實一個更加根本的方法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駕單車在幾區裏面作為主要的根據呢? 其實我覺得也都踏到那個環境也都省錢 那因為單車其實是來污染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在幾區裏面呢 就去打通一些網絡去做單車鏡 那事實上我都覺得是可能的 那因為,也都知道啦 譬如九龍東,移民方重建啦 嗯,西港文言藝術區啦 甚至乎一些啟德的,也都會發展啦 那我覺得政府也都可以藉著這些地方去想一下 會不會可以在幾區裏面 即選幾區裏面 其實去打通一些單車鏡的網絡 那我自己很喜歡,很喜歡單車的 我就經常都一定要去收到生意才開一單車 那我就覺得,如果在自己的各區裏面都可以有單車的話呢 那我就覺得,這個可以 嗯,其實聽完三位年輕人的意見之後啦 那我也覺得,其實政府呢 是應該多些聽年輕人的想法啦 如果大家都想繼續來知道 其他區的年輕人是怎樣想的話呢 就要留意下一集的區區有影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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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剛才葵青區的青年比的意見呢 都很有建設性啊 嗯,喂,奶兄,你拍了成績表沒有? 拍了啦,還考得很差啊 我還在煩什麼給爸爸宣明啊 我的朋友俊傑呢,跟你的情況一模一樣啊 不如去看看他怎樣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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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房子看路,好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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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